第一个女医师是谁 台湾第一个女博士是谁 这就是台湾第一 这里面就有这些书 自1994年创立至今 女书店身为华文地区第一家女性主义专业书店 以女性诚意性别友善为选书原则 经过二十多个年头 就已然成为性别平权的重要象征 在33岁的时候 就参加了妇女性质基金会的 职工 那他们那个时候有在招职工 做法律咨询专线 于是就参加了训练的课程 然后就授寻结束之后呢 就进入咨询专线的职工行列 那个时候场地就在这里 那早期呢 里面有妇女性质基金会的办公室 在后面那个办公室 所以呢 那个区域是上课的地方 就是大概每次有三十几个人 那个小空间可以做三十几个人 那个时候就会说 你是搞妇孕就是坏女人 那个时候的名称并不是一个 正面尊敬你的名称 你是搞妇孕的 所以到现在开始整个开始有不一样的化学变化产生 因为真的看到效果 从夫妻财产的修法成功 还有孩子姓氏的修法 还有在夫妻在意见不合的时候 早期的法律是 以先生的意见为意见 那这个都已经改了 所以就在这里吸收养分 在这里长大 我自己长大 我知道我不是坏女人 我知道原来是社会有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就开始有自信 随着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转变 女书店调整营运方针 除了贩售书籍 也经常举办性别讲座与活动 早期是我们自己有出书 我们有编辑部门 就是同样的话 编辑完书没有人买 对吗 所以那个成本就会很好 那因为我们已经说好要关门了 又继续住 所以我们整个方向现在是改的 就是不再从出书那边住 而是去经营这个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是活的 那可惜就是因为疫情 我们原来有很多国际的客人 国际客人把它当作私房经典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牵道部 那边留言部 我们现在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经营 那这个场域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体店面 很重要 很多人来这边得到安慰 得到满足 得到养分 那我们在这里开记者会也好 开读书会也好 开讨论会也好 来的人 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能够一直在 也设到一帮 也设到最后 也设到最后